二十二了哦,十了哦 九号车厢 没有哦,没有OK哦 今天这一集影片就是我们要从台南坐火车去到高雄 然后再从高雄晚上的时候回到台北啦 所以一天哦,要走三个地方 真的是十点十分 所以啦,就让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讲起分享啦 OK,Let's go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新市车站 看一下这一边 这个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哦,坐这一个火车 然后往这一个,往这个,往这个,往这个 就来问我们的这一个柜台来这一边帮忙了啦 哇,看不太清楚啊 那这边 OK,七左营 七十五元 全票 诶,我们要去对面的还是这边啊 经过了解过后呢 七左营的就是在这一边 IC感应区 诶,哦,不需要感应 啊 哇 这边有写咧 南下往台南高雄 蛤 哇 喂,我们拍一张照片 这边很傻,很酷啊 然后在这里呢,就随便拍了几张照片啊 角度不是很好看啊 不过还OK啦 勉强勉强还过得去 OK,好,下一个环节 哇 哇 忽然间哦,那个快车哦 一下冲过,然后就通过了 哇 这边 诶,这个是火车 刚才那个是高铁 所以高铁然后只有拍到车尾 这个火车真的是 慢 现在时间差不多是一点半左右中午啊 我们差不多1点45分就来到这里了啊 所以我们有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拍一下这边的环境哦 感觉啊,有一点像日本的风格这样子啊 拍一些铁轨的画面啦 然后来来回回哦 那些火车已经好像经过很多趟了 而且在远处还有那个车可以 就是绕到过这一个铁轨上的我 然后很多的列车呢,也是通过 短短的差不多半个小时哦 都有差不多有四趟五趟的列车这样子穿梭 啊,给我的感觉哦 就是,嗯,有点漫长这样子 不过我们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啊 1点45分到1点50分哦 火车就来了啦 诶,这个是火车还是高铁啊 看起来好像又是高铁 有点子弹型的 不,我不会看啊 你们跟我讲这个是高铁还是火车 ok,好,我们要约上车了 叫后面的 叫后面的 没有,后面的 不要紧啊 蛤? 因为我们要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等下来,多人上车啊 全部去走营 走,我们去前面 这一边哦 脚车啊 什么 luggage 啦 都可以在车上 嗯,算是真的很方便 很多辆哦 脚车不只是这一辆 在远远那边还有一辆的 然后我们 注意听一下环境的声音 站保安 Next stop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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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客家话 还有保安 还有检查票的 偷拍一下 看一下到底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 会问什么 怎样检查 可以用悠悠卡的啊 哦,也可以用那个悠悠卡 我的悠悠卡已经十多年 二十年了 还可以用 不错 因为那个人啊 被叫出去了 检查啊 没有票 尴尬 我们大概1点45分上车 然后我们坐这一个火车哦 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啊 就抵达了这一个高雄的新左营啊 开始的时候我还有混乱啊 因为新左营也是高雄 然后还有一个站哦 是叫左营的地铁站 不过现在我已经明白了 原来是两个不同的站 好了,我们已经出关了啦 要去见我们的朋友了 都已经看到你了 今天晚上回去 第一站好像有 哦 由于我们现在有拿着充装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储物柜哦 要放一下我们的充装 今晚我们还要打回来 拿我们的充装 同时呢 我们也是预备要买 今天晚上要回去台北的车票了 所以已经买好了 原来是这边 由于刚才那一边呢 已经满了 没有位置 所以我们来了另外一个地方 放我们的这一个充装 好,要key in啊 要资料啊 电话卡啦什么 哎哎哎 电话号码 小心 好了 进东西 我的爸爸 好 不错哦 要这样小小一个格子里面 可以放两个 luggage 跟一个大背包 这个是那个车票啊 对啊 关啊关 我们也已经买了晚上10点10分回程的车票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外面逛一下 然后很快的啊 我们就要坐这个快铁回去台北了啦 关于我们在高雄所逛的一些地方呢 我们就暂时保留下一个影片了啦 所以现在哦就是带过带过 然后跟大家大概 summarize讲解简短 然后我们呢就坐这个轻快铁去我们要走的地方了啦 当然悠悠卡也是挺爱通用的啊 一下出站哦 就是高雄小巨蛋 然后一下出门就可以看到这一些路牌啊 证明下啦 我来过这边了啦 这个也算是我第二次来高雄啊 之前曾经有一次就是 喝slap 夜团的春娜 那个时候哦 是零多年的时间了 好啦 之后呢我们就去喝了咖啡 然后有去晚上 然后还有去药局 然后还有去吃 然后还有去教会 然后我们就直接跳进晚上的时间了啦 所以我们大概九点多左右呢 我们就预备哦 坐MRT 地铁 然后要回去那一个 新左营的地方呢 坐这个高铁了啦 转个镜头 我们就已经坐这个MRT了 怎么的了我咯 有汉都在帽子里面 诶 现在从地铁要转去高铁站了 是出站的时候用悠悠卡 然后 现在就是要去拿我们的行李哦啦 放在刚才我们中午哦 放的这个柜子里面 要搬拉格 加拉 够力 哎呦 你们看到电话号码了哦 记得哦 不要打电话给我哦 哎对哦 by the way 莫吉现在单身哦 哎呀 哈哈哈哈 很臭臭 哎呦 什么 请开箱 开始你的表演 OK来 过去那边 来 我 OK 拜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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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李箱就这样坏了 哈哈 你看你这样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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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借来的好吗 对对对对 好 来 你东西要放呢 没有吗 好门关了啰 我们现在是有点上飞机的感觉 在这边你推Lugget你不会尴尬的 因为很多人都在推Lugget的 刚才讲到一半 所以如果有任何联络需要的话 你可以联络我这个窗口 可以啊 这个请你把他号码打得 是吗 那个电话号码公开给你们是不是 不能公开 你审核的可以相信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特点要有信仰 哦要有信仰啊 对哦你们不要乱来哦 虽然说这个高铁跟这个地铁站是非常高尽 不过还是一样要走一小段的路 没有办法 两个人的自由行就是要这样 又跑去购买啊 又来买 不要买大瓶的啊 没有啊 还有320 我们是坐几号箱 15号D跟E 所以我们是看二号月台去南港 不是台北吗 拜拜咯 拜拜 拍一张纪念照 然后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啦 可以进站 很像中午去拿我的票了 好谢谢 哎中午你没有scan啊 你有scan吗 有啊 你的票有scan啊 有啊 哎 要不然我这样进来 哦 ok好好 走走走走走走 北上 二号月台 等一下你看那个电话 二号月台 9号车厢 走 789那边 这个是7号的 这个是8号的 9号的15D 还没开门啊 看一下 15D 这边15D 这颗哦 就是台南嘉义云林 彰化台中 苗栗星 九桃园板桥台北南港 22点10分 22点10分 高铁的方向了啦 10点10分 晚上时间进车 高铁就要走了 现在还很早 然后也顺便看一下 从高雄这边高铁 要多长的时间去到台北啊 你看我们的空空 还为我们预备 哇写的清清楚楚 那个方向要怎么走怎么走 这个会迷路哦 就真的是 2号 火车是淡水的哦 信一线 往哪里方向 开车了 两票跟在哪里 啊 他们已经看票跟了 不要紧 没有 我讲两票跟在哪里 你要给我吗 然后看我们的GPS哦 嗯 确实是有走的啦 不过现在的车速 大概是280km 时速 然后我们的目的地呢 就是去台北啦 从高雄这边出发 还有免费的WiFi 确实哦 是能够用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 转移着 然后连接着WiFi 时间现在已经是11点了 经过了 差不多就是走到一半了 我们在台中的地方 看一下附近这一站 然后我们再看回地图 距离目标就不远了 转个镜头 我们直接到板桥了 来 11点42分了 现在的我们 就是抵达了板桥了啦 不久哦 我们就要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台北了啦 真的是很贵哦 一个半小时而已 从高雄的左营到台北 现在我们是在海底8m 的海平面减8m 差不多要到了啦 诶 不能够过哦 这个票得到 得到 OK 好 OK 出了高铁站 现在我们就要去清快铁了啦 从高雄到台北 差不多就要350公里 如果按车程的话呢 我们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的时间 才能够抵达 不过我们今天坐这一个高铁哦 只用了区区的大概一个半小时而已 就到了 真的是很方便 是台北火车站 信义安和 真的是很方便哦 这样的角度哦 看过去感觉很像很孤单凄凉 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找我的信义安和 Let's go 好啦 总结哦 我们从高雄到台北这一边 就差不多用了一个半两个小时而已 就到了 我们这集影片 差不多就已经结尾了啦 之后晚上哦 我们还会去临江夜市 不过那一个我们会留去下一集影片 好啦 不能够过 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刷到哦 等一下帮你拖一下 哦 没有刷到 怎么你会没有刷到 知道哦 台北车站 对 你们台北车站近点也没错哦 好了 近站没有刷到哦 哇 你走很快哦 厉害 正手 太远了 听不到你讲话 哈哈哈